警察光播电台 我们同在一起 有幻想也有雷笔 这里有我也有你 还有我们的约定打印 当我们同在一起 每天都要叫醒醒 警惯和你在一起 奇怪能不必 各位警惯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到草人舞团的艺术总监罗文景 我们到草人现代舞蹈团将在6月29号 6月30号在高雄市魏武营艺术文化中心281展演场 演出我们今年的新制作 创作独白系列The Apartment 大家想要看看我们如何用舞蹈来结合生活的元素 如何以公寓为题材 来发表两个舞蹈作品由我们的新生代编舞者 左寒杰、苏玉婷 所编创的具有原创性、突破性以及前瞻性的作品 那些曾经一起的生活 平行公寓 来看看我们如何将生活结合舞蹈 结合动作 呈现出充满创意 也是充满诙谐感的舞蹈作品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前来观赏 谢谢 一听你简单的介绍 就可以想象这是一出非常具有现代感的舞作 对 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团吧 好啊 这稻草人舞团在1989年由我的母亲成立的 其实当时我们舞团是比较走乡土舞蹈 那我那时候还小 那我也曾经在高雄是走行高中念舞蹈班 然后舞蹈班毕业之后呢 我就出国念研究所大学 然后回国之后呢 就想要继续创作表演 那时候就把我的母亲接手过来 然后因为我学的是西方舞蹈 那时候想说想要用比较当代的议题来创作 所以就把我母亲的舞团呢 从原本的乡土艺术舞蹈团 改名为稻草人现代舞团 但是我们把那个名称呢 稻草人这个名称把它保留下来 因为我喜欢它的那个精神 因为它其实它象征的精神就是 它在田地里面 然后不为风吹雨打 然后再主力在田中 维护这个田地 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的使命 就是为了要创作表演舞蹈这块领域 然后推广这块领域 所以我们就是坚持 也是勇敢不畏的 在这个原地里面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I'm sorry 今晚当我们同在一起 为您专访的就是 来自台南在地 非常优秀的一支舞团 稻草人现代舞蹈团 今天来了有三位成员 分别是团长罗文军 艺术总监编舞 以及舞者罗文景 另外还有一位新生代 非常年轻的编舞者 他同时也是舞者 苏玉婷 因为从此刻开始 就是晚间八点钟开始 国道一号南下 三百二十六到三百二十八公里之间 也就是台南交流道 要封闭路面 他把中间跟内线车道都给封闭了 刨出路面 那么他从八点钟开始 一直要坐到明天清晨六点 那现在呢 可能还有一批的朋友 你刚刚才离开工作间办公室 正准备要行驶 可能是回到高雄或者是岗山等等 正利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 所以这个路段是不太好走的 除了刚刚这个路段之外呢 在台南系统交流道 一直到永康路段呢 也是今天晚上 从八点钟开始就施工了 南下三一六到三一九之间 封闭的 封闭什么路段 我看看封闭的车道 哦 封闭中间跟内线车道 也是哦 封闭中间跟内线车道 跟三二六到三二八之间一样 虽然是两公里 但是我想对用户的朋友 势必会造成一些影响 而且施工都是从现在 晚间八点钟开始 希望我们今天节目所安排的内容 能够让你觉得 不会感觉那么塞车 那么痛苦 特别跟听众朋友介绍 这支来自台湾 台南在地 一支优秀的这个团队呢 稻草人的现代舞团 在台南是非常有口碑的一支舞团呢 他们本身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创作的能力 刚才艺术总监罗文景有跟听众朋友说了 稻草人这个舞蹈团呢 是从她的母亲 从她母亲的手中接过来的 我想我们很 对她的母亲 一定也很好奇 想请她多谈一谈 你应该跟听众朋友 好好介绍一下你的母亲 对啊 我母亲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 她是一个原住民 她是泰雅族原住民 她名字是古秋妹 那她的原住民名字是 雄妹北户 刚开始的时候是学原住民舞蹈 还有一些民族舞蹈 那后来呢 在有一年她信了佛教之后呢 然后她就开始创作以佛教为主的 那个舞蹈创作跟音乐 所以呢 就是经典佛舞 所以后来她就离开了 就把舞团交给我啦 然后自己去成立了一个经典佛舞的舞团 那所以她走的是非常不同的 跟我的后来发展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所以经典佛舞是继续存在的 继续存在 对 那你把你妈妈的稻草人 乡土舞蹈团 对 改成现代 没错 其实我那时候想到的是 想说要有一个原地可以发展 我比较是多元一点的想法 不见得就是那个形式 我不想去现在民族舞蹈 所以那时候想说如果讲乡土 大家一定会直接就是直觉认为 应该是要很民俗舞啊 或者是对 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要让那议题更广一点 所以我就想说让她变成现代舞团 好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你们这个稻草人现代舞蹈团的这个team的成员 好不好 好啊 那我们舞团现在其实有固定的团员有六位 那其实这几年来呢 这些舞团团员呢 都跟随我们舞团创作发表已经很多年了 然后尤其是其中一个就是这次的编舞者 左寒姐 那她其实是在我接手舞团之后 没多久就就进来了 所以等一下算一算 她应该已经将近十年了 她是非常资深的团员 那她去年也获得了罗曼菲的奖助金 去法国参加一个工作坊 然后在那边创作发表 那我们另外一个团员呢 苏玉婷也是这次的那个创作者 那她相对比较年轻一点点 那可是她的创作能量却不输资深团员 那她其实在过去我们常做一些主演特定空间的演出 那因为我们都会给团员机会创作表演 做小品的创作表演 那她在这个部分呢 都做得很有想法也很不错 所以今年呢 我们就决定说 从去年就开始了 就舞团想要给一个机会 给这些团员能够发表他们的作品 时间是8点14分 台18线嘉义阿里山公路 刚刚我们收到公路单位的通报 他们在这个路段有测到农雾 所以开车的朋友 如果您会经过台18线嘉义阿里山公路 这个地方的话 嘉义玉里路段呢 它是在63公里 这边有浓雾 开车的朋友 记得要把那个车头灯打开 速度也不要太快 还有先前在国道1号北上331 仁德战备跑道的北端 靠外侧 这边有轮胎皮掉落 如果还没有排除的话 小心避开 国一北331仁德交流道 它是仁德战备道北端这个地方哦 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 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观点系统 要汇入台84 快速道路在那个杂道上面呢 也是有大胎皮掉落 艺术呈现的方式非常的多 那因为现代舞顾名思义 它是有些时候的表现 是比较抽象的 但是罗文景说 对于艺术的坚持哦 他们当然希望能够创作 一些跟生活很贴切的舞蹈 那么他觉得呢 如果我们的作品能够结合生活 跟生活太很贴近的话呢 也不至于会让欣赏者看不懂 他也不怕哦 你害怕来看现代舞 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今年你们即将要演出的这出戏哦 它想表现什么 在叙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感觉到你们今年的这个舞作 好像是在讲现代人的故事 对 发生在公寓里面的 对没错 其实蛮多人听到现代舞会有点害怕 因为可能他讲的那个主题或呈现方式 大家会觉得很抽象 所以呢 我们其实希望在给编舞者主题的时候呢 希望能够是贴近人的 我们大家的生活 所以在今年呢 我们就请这两位编舞者 以公寓为题材来创作 那他们就去挖他们生活的那个经验啊 跟背景啊想法 然后从中去连结说用什么方式来把公寓这个东西放在舞蹈里面 比如说像左寒杰呢 他就觉得因为他常常出国去参加一些工作坊 所以他有经验去跟外国人住在一个像类似像那种青年旅社 或者是像一些公寓 因为去工作坊有时候会住在公寓里面 然后他就会有一些经验 好 跟大家生活在这个公寓里面的一些感触 然后就把它放在这个作品里面 那苏玉婷呢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请他来 自己来讨论一下 他怎么去把这个公寓跟他的作品结合在一起 哈喽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这次独白创作的编舞者之一苏玉婷 这一次我接到平行公寓就是 独白这个系列的作品的题材 刚接受到的时候是 想到公寓 他跟我的生活经验里面有什么事情是有相关连接的 因为我的以往在创作部分的时候 我都会想到 什么是跟我的生活经验 他带给我的是什么 因此有创作中有灵感 所以这次我就开始想 那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台南人 从小到大都是 读书也是在台南 工作也是在台南 那所以我们台南有个特色 就是他的房子啊建筑部分 都是老式 就是从我生活经验里面 常常看到就是老房啊平房爱房 但我居住的地方都是公寓 日式那种公寓 就里面还会有那种榻榻米的那种 就真的是很复古的那一种 公寓的一个形式外表 他的特色让我想到了我的 跟什么有关系 公寓他其实看起来 我们大家看起来都很像是一个个体 但是其实开门进去 是不是觉得就是有不同的独立空间存在着 那我就想到了 跟我们的人的记忆很有相关 就我们看起来外表是一个人的个体 但是其实里面的记忆体是被区分 成很多不同的空间在里面 所以就开始想到了跟诉说记忆 跟记忆有相关性的事情 在共同居住的一个地方 然后你们在这个房子里面 在那个舞台上想象的房子里面 用五道记忆你们的回忆 是不是这样陈述 对 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讲 我大概就知道会是这样子了 那赶快描述一下 你们这次舞台的整个的场景设计 舞台设计 舞台设计的部分 我想到的是跟帽子有关系 因为我觉得帽子对我来说很像是 就是覆盖在我们 我们都戴在头上嘛 那我觉得它是我的一个记忆的一个象征 所以我用了很多不同款式的帽子 跟它的颜色去区分 我对记忆的感受 例如说我有一段它是 明记 就是我觉得我们人很有趣的是 就是在记忆中你越是想要遗忘的事情 却是越深刻的事情 对我啦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这样子 它对我来说 对很多人都一样 真的 对就是 最近有一首歌嘛 不是也是很红 叫忘不记吗 对对对 我知道 对对对对 它在描述就是很想忘 忘不掉 就是一直记在心里 对就是 而且那个细节都是你记得越深刻的事情 对所以我就是利用红色的帽子 然后来代表来陈述我这个对明记的感受 你对公寓最深的记忆是什么 虽然说我从小就是住公寓 但是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 我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住 搬过很多次不同的居住环境 但都是那种公寓啊 或者套房 那我觉得我对它最深刻的记忆可能就是 我觉得有些事情是 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都会有一些相关性 就是公寓它的特色 其中之一 例如说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 有没有只有住过公寓或是套房的人 都会有感受到 例如说 我讲我要洗澡的时候 要用水的时候 隔壁间的人突然在用水 你就会觉得 怎么会突然没有热水 或是没有水可以使用 或是网路线 有时候我们要上网嘛 想说下班来一个来上网一下好了 就会因为网路突然网路线不通 互相的影响到 诸如此类的这些 我看你们给我 你给我的那个DM 两位舞者穿着白色的 对 然后另外一个舞者 他穿着白色的高跟鞋 对照在你的 你的头那个地方 他想呈现什么 就刚好是平行 但是不同的事情 可是其实他们是同一个 同样在发生 都是有相关联的 感觉很像在不同空间 像你刚刚这样的一个陈述 在舞台上 听众 我们的观众都能够看得懂吗 我觉得 起码我想要述说的是 灵迹跟遗忘 可以让你想到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 记忆一定都不一样 但 可以想到的是 遗忘对你的 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我不会告诉你说 我的遗忘是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因为这样你不一定会感受到 但是如果让你想到 你真的 其实你回想去 你遗忘这件事情 他真的有遗忘吗 你铭记的这些事情 他还是有之前存在 那你会回去再思考这件事情 对 就不会把我的故事 去分享给你们 但是你们可以 自己去回想一下 你们对你们来说 什么是最深刻的 什么是你们之前想要 曾经想遗忘 但是 它还是曾经发生的事 8点23分 2013年 来自台南的稻草人 现代舞蹈团 他们的创作独白系列 即将要在高雄和台南演出 他们这次呢 有两个舞马 一个是平行公寓 这是由年轻一代的舞者 编舞家 他是苏玉婷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另外一位呢 是左寒杰 他的这个段落呢 是那些曾经一起的生活 有关详细的 这次的创作独白系列 我们还会请艺术总监 罗文景再给您做详细的介绍 高雄的崇爱路往北的方向 崇爱和民族一路路口 这边有休旅车发生车祸 台一线往北的方向 民族一路崇爱路路口往北的方向 现在呢 有休旅车 两部休旅车 发生车祸 苏玉婷编的这个舞马呢 是平行公寓 我问他为什么叫平行公寓啊 你们这次为什么要叫做平行公寓 因为公寓的话对我来说 他就是我在讲是记忆嘛 公寓 那平行就是在讲 我刚刚说的民族跟遗忘 两件事情 那我其中有一句话 我是要 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本书 然后它上面写着 民族不代表永恒存在 遗忘不表示没有发生 所以我觉得民族跟遗忘 它是两个平行在 不同空间 但是同时间在发生的 在音乐的设计部分呢 要不要介绍一下 音乐的设计部分 我大部分用了小提琴跟大提琴 比较多的属性的音乐 因为我觉得它刚好可以 来凸显说我的情绪 它的那个音量的起伏啊 或是就是从小到强烈 健强的那种感觉 就很像我记忆那种累积 从累积然后到 我铭记它的那种强烈 给我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 对 所以我才使用这么多 它的小提琴跟大提琴的 属性的音乐这样子 苏玉婷在《稻草人现代舞团》里面 算是比较年轻的舞者 那这次他也有这个机会 能够来编舞 他说对他来说呢 这是一次非常大胆 尝心的挑战 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他也跟我谈到 他说像我进入舞团 时间并不长 那么我从小就是跳舞 那对于一个舞者来说 我们当然最在意的 就是有没有表演的空间 可是跳了一阵子舞之后 我们会有发表 我们有创作的欲望 所以能够在一个舞团里面 跟对了人 那么不但有跳舞的空间 同时也有创作的空间 他觉得这是身为一个舞者 一个学舞者 最大的幸福了 因为舞团部分 就是有给我们 提供我们很多创作的平台 对那我对创作的话 会也是蛮喜爱这个部分 因为我就可以一直 不断地找到新的自己 对因为如果说 像平常我们的工作的话 也都是平常教教课啊 可是我是觉得 如果有创作或是表演 对我来说才可以 觉得有自己的定位在哪里 时间是8点27分 欢迎您继续收听 景广高雄台的节目 我是月灵 当我们同在一起 国道一号在南下的 仁德路段 在327公里的万线车道 这边有一部小字刻 小字刻故障了 他有占用 他不知道是在哪个车道 现在这个路段 正好也是内线跟中间车道 封闭施工 刚才我们一直提醒开车的朋友 国道一号在南下 326到328之间 台南交流道 这个地方 从今天晚上8点钟开始 刨除路面 那施工是封闭了中间跟内线车道 所以这个路段是不太好走的 从今晚8点开始 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 另外一个路段是在南下 316到319 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永康 也是封闭了中内车道 所以这边会塞车 刚刚又在327 也就是施工路段 仁德这个地方的外侧 有一部自用车故障 那这边呢 又内线跟中间车道在施工 所以路况中心说呢 只剩下路间可以走了 也谢谢用路的朋友回报啊 他说这边真的 只剩下路间可以走了 很塞吗 如果很塞的话 你也可以拨电话来反应 0800000123 接通之后按3 就是京广高雄台路况中心了 谢谢各位 我是月灵 今天在当我们同在一起的节目里面 我为您访问的是 来自台南在地的一支优秀的舞蹈团队 这也是我们文化部哦 特别有福祉的一支优秀团队 爆草人现代舞优秀的一支优秀团队 在河一支优秀团队 在河一支优秀团队 在河一口来自那几川的水 忘了一支优秀团队 听优秀团队 大家好我是稻草人舞团的艺术总监罗文景 我们稻草人现代舞蹈团将在6月29号6月30号 在高雄市魏武营艺术文化中心281展演场 演出我们今年的新制作 创作独白系列的Apartment 大家想要看看我们如何用舞蹈来结合生活的元素 如何以公寓为题材 来发表两个舞蹈作品 由我们的新生代编舞者 左寒杰、苏玉婷 所编创的具有原创性、突破性 以及前瞻性的作品 那些曾经一起的生活 平行公寓 来看看我们如何将生活结合舞蹈 结合动作 呈现出充满创意 也是充满诙谐感的舞蹈作品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前来观赏 谢谢 其实在这两个作品里面啊 我都有表演 我都有参与表演 所以我都有感受到这两个编舞者的差距 他们两个的风格 有一个段落 就是左寒杰的那个作品 那些曾经一起的生活 其实呢 我们有角色扮演 就是在那个作品里面呢 我们有爸爸妈妈跟小孩 然后还有一只狗 所以我们会有这个段落 在他的作品里面呢 其实刚开始是呈现公寓的生活 所以他其实是在讲说 即便是最亲近的 亲密的家人 毕竟还是住在公寓里面 他也是关起门来 然后其实有些生活状态 其实如果你关起门来 你也不知道对方在讲 对方在干嘛 所以他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从他的生活里面去挖掘 比如说跟亲人住在一起的状态 然后呢 他其实在这个作品里面呢 有很多的因为这个空间所产生的一些不同的人的生活状态 因为毕竟公寓是短暂的一个地方 就是你很多人可能住进去之后不久又搬走了 所以他有些段落里面呢 也会呈现一个单身女子的一个状态 就是通常有时候如果你注意到你的邻居是一个单身女孩 有时候你也会去稍微探厅啊打 就是那种邻居的那种生活状态 他会想要去知道一下 那或者是说大家家里面的人啊吵架 你也会想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公寓好的隐私性好像没有那么重 然后或者是说大家彼此生活的牵连 然后你开个门 你跟另外一个对面的人一起开门看到对方 然后那个尴尬 如果你跟他不熟那个状态 或者是在同一个电梯里面 坐在里面 他进来了 那我们不知道该讲什么 那个状态 所以他在他的作品里面其实有蛮多这种互相生活 不见得是家人 有时候是像朋友同学 各位听到的曲子 现在所听到的是平行公寓里面的一段曲子 刚刚我们在节目里面有访问平行公寓这一段的编舞者 他同时也是舞者苏玉婷 他说在配乐里面 他用了比较大量的小提琴跟大提琴 铭记不代表永恒存在 遗忘不表示没有发生 谈遗忘 谈记忆 有一些事情是发生过 想忘忘不掉 谈很多生活的记忆 特别是在公寓里面所发生的 那这群年轻的舞者 我想都各自有他们独特的一些特性 希望透过音乐 舞蹈 肢体 来展现不一样的现代的情愫 刚才我有介绍 我说苏玉婷在他们这个 听里面 这个团队里面 是很年轻的 那么他也说了 他非常的lucky 能够在稻草人的这个舞团里面 他觉得 他能够享受到很多 在过去没有的经验 我觉得我进团的时候算幸运的 因为已经是老师他们奋斗 奋斗几十 就是好多年 然后轮到我进团的时候 已经是支援比较 没有这么像之前他们那么辛苦了 所以我这个进团的时候 其实也蛮感谢老师 他们就是提供我们这么多的资源 这叫什么大树底下好遮阴 这棵大树呢 就是古秋妹 对不对 妈妈都已经把这棵树种下 然后女儿再来接手 其实我相信你在接手之后 我们团长在接手之后 也是一段不一样的毕露蓝旅 因为他从比较传统的 然后再走到现代 我觉得在跨越那个繁离 你要经过很多的挑战 团长一直点头 来 红团长再来说一下 我这样说得对 对对 非常正确 对呀 刚开始成 我接手的时候 那时候我母亲 其实就已经把舞蹈教室撤掉了 因为我出国念书 她认为我应该不会回来了 结果后来我还是回来了 然后后来回来说发现 只剩舞团的团名 可是舞蹈教室那些都没有了 因为我母亲就走 我刚刚讲的那个经典佛舞的路线 所以她就把 等于是道场舞团 那时候是挂在那边 那我回来之后 就想说 我需要一个创作表演的地方 尤其是在南部 因为我没有去台北 所以我回来谈南部之后呢 我就把我母亲的舞团 改名字之后 可是那时候 我们有两三年都没有教室 我们都是去跟别人借教室 然后排练 然后舞者也没有固定舞者 然后都是找那个有兴趣的 然后或者是非舞蹈课班的 然后这样大家就是集结在一起 做一个制作演出 然后就这样结束 直到后来慢慢开始 找到工部门的一些 补助资源 大家开始后来就进入到 以前的文件会 现在是文化部的复制团队 这样一路这样走过来 其实我们大概 创 然后奋斗在十年左右 才真的让 开始有这么完整的排练教室 有完整的制度 可以给他们排练薪资 然后可以开始 那个训练舞者 然后可以有固定的舞者 不然以前我们其实都是 这样打游击这样 有哪个地方有给钱 哪个地方有经费 然后谁有兴趣 有空我们就来做 可是后来就开始 慢慢觉得这样不行 因为我发现很多 跟我一样的舞者 他们很辛苦饿肚子 因为他们就是 他们其实真正 我们现在都在笑说 我们都把专业当副业 因为我们的专业 其实是创作表演 可是因为生活的关系 因为在台湾 表演创作这些东西 对台湾来说 不是一个职业 他们觉得是一个hobby 是一个兴趣 所以我们很多 真正这些专科毕业的学生们 都没有机会创作表演 尤其是毕业后 那我就觉得 以前我成立舞团 是因为我要 那个满足我的创作跟表演 现在我在继续经营这个舞团 是为了要让这些 未来后起之秀 或者是跟我以前 是一样的感受的 这些年轻人呢 也有一个原地 可以安心的创作表演 不然以前 根本我没有办法 像有这么好的机会 还可以有完整的制度 那个行政制度 有人帮我们宣传 然后有舞者 跟我创作表演 有一个很好的教室空间 让大家去排练 以前真的都没有这种东西 所以对我来说 后来经营舞团 已经是一个使命了 而不是只是为了自己开心而已 我应该给你一个十万人的掌声 谢谢 你怎么做到的 不容易 其实我觉得 应该是坚持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很多我身边的人 一直跟我说 或者是放弃 因为我们这样走大概十几年 我很多的团员 跟着我的 除了主汉节以外 还有其实一个 一个另外更资深的李佩珊 是更早 他几乎已经是十几年 从我没有舞蹈教师开始 就是这个其中的表演者之一 李佩珊 然后他其实 我很多的舞者 我都很心疼他们 后来因为家庭因素 因为家人反对 觉得就是 因为他们的排 我们的排练时间 目前都还是只能用六日 因为大家平常还是得去做 比如说教课工作 兼职工作 包括我自己 所以变得我们用了时间都六日 大家在休息 我们在练舞 那其实真的是坚持 因为有几次我也真的很累 很累累到说 为什么这些人都放弃了 那为什么我还要继续这样做 那我姐也非常的那个 那个非常坚持 也是跟着我 那我很可怜 被我拖下水 她其实才是团长了 我是艺术总监 对我 对我来说 她也是一个很大的支柱 她坐在后面眼眶都红了 然后脸也红了 真的 因为她 因为她真的是 因为没有她的话 因为我把她抓下来做行政 因为其实没有她 我们整个舞团会 有点像是破碎 因为光一个人的理念 无法支撑 一定要一股力量 那我觉得我不知道 是什么样的力量 让他们愿意跟着我 但我的力量是 我要相信我自己 而且我永远相信 一定有办法解决的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是一个想法吧 对 好 那我们现在就请团长出来 好 谁让你在后面脸红 然后演 阿爸扣昂 没什么都 就被我看到了 就把你抓到前面来了 来团长 问候一下听众朋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稻草人舞团的团长文君 那我是文景的姐姐 差一岁而已 罗文君 罗文景 刚刚妹妹说 她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 可以让她一直这样子撑 就是一个骨气吧 一个坚持 可是当她讲说 她把你拖下水的时候 你的那种表情 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感慨 那不是这样 因为一个演出创作的成就 其实不单只是说 就是大家在排练场 或者是表演场地 就是光线亮丽的部分而已 其实艺术行政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以前不懂 因为我以前也是做创作的 然后后来就是 因为看我妹妹她就是文景 她自己在跑舞团 然后跑一些事情 她真的需要帮助 那我那时候 也是在我的职业的路上 也是有一点彷徨的时候 我想说好吧 不然就跟着她一起 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一坐下来之后 发现做表演艺术的行政 是真的很厉害的事情 不是简单就可以解决的 是要投入很多的心力 去去push他们这个演出 能够被更多人看到 然后这当中有很多 很细微的环节啊 然后也有些挫折 什么之类的 就是很多很多事情 包括作品都已经成熟了 准备马上要演出了 还不知道观众在哪里 还要跑宣传 对对对 这是最最最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对对 而且其实会有一种心情啊 就是说毕竟我们是 就是长时间会跟着这些创作者 看着他们 好像在看自己的小孩 这样长大这样子 然后就会有一个心情 就是很希望别人能够也来 看到这些成长的过程 然后他们如何去变成一个 美丽的结晶 那可是因为台湾的那个 整个环境是比较 在推广这个表演艺术上面 会比较弱一点 所以会比较辛苦一点 就要花很多心力 才会让很多人知道 因为光是知道有演出 知道这个作品 其实有很大 很长一条路要走 那我觉得 我一直相信观众都很 愿意接受这个东西 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 我会觉得 他们其实都不知道 有这些事情 所以才会 比如说票房不好 还是什么之类的 因为那个讯息 没有到达到他们的 那个身边这样子 你看以稻草人 妈妈古秋妹 创立的香土舞蹈团 到你们现在 变成一个现代舞蹈团 你们这个团 也是好几十岁了 你觉得在艺术行政 这个部分呢 哪一个部分 让你们最痛苦最难 那么哪一个部分 如果这么难 这么繁琐 有没有必要来简化 可不可以这个部分谈一谈 刚开始的时候 的确是因为他 他工作细到就是 有时候事情来 是一波一波的来 像海浪一样 前面事情还没做完 然后后面一波的事情就来 舞蹈团毕竟就是 整个一年的营运 我那时候遇到刚开始 之前还没有进文件会的 辅职团队的时候 其实的困难是在于 经费上面 就是那个 那个经费上的压力 因为我没有薪水 我其实有三年 是没有薪水的状态 去做这个艺术行政的 就是协助文景他们 因为普遍就是 政府单位 政府部门 他们所提供的赞助 是针对制作或活动方面的 赞助或补助 所以在艺术行政 这部分的补助赞助 其实是没有的 也就是说整个演出 他可能就会 只会补助灯光设计 编舞费 演出费这样子的 然后如果有时候 经费不够的话 通常第一个砍的是 我的行政制作费 就是要先让他们先用这样子 因为你的角色 是最看不见的 对对对 然后因为 为什么我要这样 特别提出来 因为所有的艺术行政 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然后后来就是 进到那个文化部 或是文件会的一个 扶植团队之后 也是另外一个压力 因为他等于是 至少我的那个每个月薪水 就有一个保障 就是上头有一个 给我一个固定薪水 让我可以专心做这件事情 可是接下来的压力就是 因为我必须要做一个回报 说我们舞团在经营 这一年经营 我要提出多少场演出 我做了什么样的绩效 那这样的绩效的话 就会牵涉到 比如说票房压力 然后或者是说 这个他们会请一些艺术评鉴 或行政评鉴来 评鉴我们的团队 够不够格 就是继续在被补助下去 所以大概是这一类的事情 反倒是一些行政上的所 所以因为 因为我很喜欢科技类的产品 就是3C 我是3C迷 所以其实很早 我就让我自己变成行动办公室 就是借用一些智慧型手机 让我就是 因为有时候会跑来跑去 因为演出的关系 就不太可能固定在办公室 那那个时候 智慧型手机就非常有用 因为我可以到别的地方 就可以立即搜email 然后去做这样的工作 所以大概就是 这一类的就是成长过程吧 我很能够了解 就是从没有经费 没有薪水 到后来有了奶水之后呢 你的父母亲要告诉你 我给你的这些奶水 你是吃了喝了花了还是丢了 然后你有没有长得更茁壮 对不对 你有没有长高一点 长胖一点 有没有漂亮一点 在上方就是给你们经费的这个 不管是哪个单位的公部门 是不是会非常要求 你们的创作能力 对 其实我觉得是好的 但就是一种甜蜜的压力 我觉得 因为他们是看到我们一路 他们也是一路看着我们成长过来 所以他们就会对我们有一些期待 那有些期待我觉得是好的 比如说可以push我们 就是去做更多的事情 然后去想一些 不一样的一个发展 那有些可能对我来讲会觉得有点太快了 因为毕竟那个我们舞团在南部 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去慢慢的去做我们的一个经营 这样子 对这部分我也会跟他们做一些回应 说这个部分舞团可能目前还到不到 但是我们未来可以可以思考这个方向 他们都还是接受的 只是说我可能必须要直言一个部分 就是毕竟公部门有些东西 他还是会看数值的成果 那我觉得这个是对表演艺术来讲是比较不太好的一个方式 因为你把东西都数量化的时候啊 那东西你只看到平面就是票房有没有成长这件事情 他并不代表这个团队或是这个艺术作品有没有成长 因为他不是等号的 可是有一些公部门他还是以这个来做基准 我觉得会对很多人不太公平这样子 那这些年来你是怎么样让你们舞团的知名度 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push出去让更多的人 特别是喜爱舞蹈的人去认识了解你们 并且愿意来接受看你们的表演 其实我觉得我是那种就是推一把 因为最主要还是他们就是像文静啊 然后还有我们其他的表演者 他们其实有在每次表演的时候 他们就立下一些口碑 然后这些口碑就是有一些形成一种口耳相传的一个效用 然后当然我不得不说就是最近那个Facebook非常的好用 就是我们我还我还蛮热的 因为我真的山西米 所以我非常花很多时间去经营那个我们的粉丝专业 然后我把一些舞团的事情就是也分布分享给他们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跟我们舞团有一些连接感这样子 然后就好像是邻居妹妹的一个创作表演 然后邀请他们过来看 是想要朝这个方向去去push这样的演出 文静你有这个姐姐真好 而且好极了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我们就团长罗文君所说的 她是个三西迷 现在没办法就是一个三西的时代 而且有了FB Facebook之后呢 你们所有的一举一动 包括你们排演的过程 中间的一些插曲 我告诉你就是很多人最喜欢看到听到感受到的 而且是最直接的 他马上立刻就可以给你回应 是不是 而且是立刻的 所以你们要尽量的去po 所以呢 三西迷团长 你是对的 你的行动办公室 希望你继续发挥他的影响力 对啊 说不定比我们广播还好呢 我们广播只是昙花一现 让开车的朋友知道 哦 稻草人现代舞蹈团 哦 有一个演出 讲什么平行公寓 讲什么那些曾经一起的生活 感觉很现代 好 我们来体会一下 OK好 所以这也是你们在经营上的 很好 姐妹一起打拼 稻草人永远都不倒 风吹日晒雨淋都不怕 对不对 稻草人精神 对 非常好 各位听到的这首曲子 也就是 稻草人现代舞团 今年的创作 独白系列 那些曾经一起的生活 里面的配乐 这支舞呢 是做韩节编的 艺术总监也是舞者 他同时也是编舞的 罗文景哦 他就说 其实他非常感谢观众 特别是台南在地的观众 因为台南本身有舞蹈系 这边的懂得舞蹈 以及懂得欣赏 现代舞的观众 其实是蛮多的 他说他这一点 让他一直很感动 你刚刚有提到说 现在蛮多的 艺术表演的工作伙伴 不论是在哪个领域 可能也是大环境的关系 就是我们常常 把角色都颠倒了 其实我们应该做一个 专业的人 可是我们的专业 常常就变成了一个副业 因为平常我们还要顾生活 你知道吗 我觉得很典型的 除了你们这个圈子以外 还有什么音乐 对真的 你知道音乐也是一样 我发觉好多像那种 留音留发的 留美的 很多那种留傲的 他们现在都接什么场 他们都接 对真的 他们私底下跟我讲 他说不接 怎么生活 对我们都是靠接商业 有时候要接商业厂 才有 要接商业吗 对不对 对 有时候因为他们的钱比较多 对 反倒是 反正像这种制作 就要花一年或半年时间 这样商业就马上就有 因为创作是要酝酿的 对 对 对不对 创作不是马上就有的 真的 可是在这种商业演出上面 有时候也会耗损你们的精力 因为你一样要那个 对 所以在整个大环境都不太好的状况之下 对 杜晓月已经度了很多年了 对 对 你觉得啦 在接手经营这个舞团 除了你说的坚持 然后当然还有姐姐在后面的一个 一个助力 你觉得观众 就是欣赏者 你的粉丝 对 还有就是这些后继者 是不是也是你一股动力 真的也是 因为就像你刚刚说 那个3C产品 其实我是非常不3C的人 还好有3C的团长 不然其实如果照我继续这样 run下去的话 我的舞团可能根本没有人知道 因为我不太爱管这些东西 但是我后来发现 但我有Facebook 那我就发现有很多粉丝 他会愿意上 每次一演完 他就会写东西给你 然后或者是他要 我们只要一po信息 他就赶快说我要去买票了 我觉得也许只有这一个或两个 我就愿意为了他继续走下去 然后他也会一直期待说 譬如他就会说 那你今年做的这样 那你明年要怎么做呢 因为这样做这么多 让观众都已经surprise完了 那下次你是要做更多 然后他就会替我担心什么的 但我觉得我很开心有这些 就是一直在关注我们的 然后他也会把他的关注 放在粉丝页上面 或者是在我的Facebook上面 然后我会觉得为了这些观众 我会继续把这舞团弄下去 但我的前提是 我不会为了娱乐观众而娱乐 就是我的创作还是由我自己想做 因为这个观众就在问说 那你都做这么大 那你我很担心你明年做 要做的更不一样吗 还是什么 我说我不会为了迎合观众的胃口啦 那我会觉得 我当然还是会注重观众在意的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创作者还是有自己的想法 那我希望是把我们的感受给观众知道 而不是去为了观众开心 因为有的人会说你们为什么要演那么痛苦的作品啊 或者是怎么都不演一些那个好懂的那些的作品 但我觉得有时候是需要一些观众的刺激 给观众的刺激这样 这样讲起来好像大家都越来越害怕看表演 所以我们的作品现在都是越来越亲民的 是说主题越来越亲民 告诉我你的梦想 我的梦想 我希望带着舞团能够出国去更多地方表演 我们曾经去过法国 那可是我希望能够再让触角更深 去到更多地方像荷兰啊英国啊 新加坡啊不一定都是欧洲美国 那我也希望我们的团圆能够被大家看到 在台湾也希望台湾也能够 更多人知道稻草人舞团 然后也能够更 英文讲appreciate 对艺术这一块东西能够更 更有欣赏力 然后更能够去接受艺术 让我们未来的这些创作者跟表演者 能够有更好的环境 可以继续创作表演下去 祝福你 谢谢 谢谢 尽管我听众朋友 我们最后还是要邀请您 独白系列在高雄场 高雄市卫武营艺术中心 281展演场 6月29礼拜六晚上7点 跟6月30礼拜天下午2点半有我们的演出 希望邀请您一起来参加 9月明镜